妈,我不想跟玉坤交往了 我们不能再发展下去,它并不适合我 这是很重要的决定,你要想清楚啊 我知道,我已经想了很久,刚开始我很矛盾 但事实上这是最好的决定 妈,我有话跟你说 什么事 妈,我很想跟你说对不起 很多时候,我对你的态度不好 我常跟你顶嘴 常常不听你的话 也没有见女儿应尽的责任 对不起,妈妈 少气,妈妈记得很安慰 妈,谢谢你原谅我 最近你的身体好像好很多了 是啊 我自己也觉得我的经济好很多 你知道吗,我每天晚上为你祷告 你说你做什么 我为你祷告,希望你早日康复 也为我们的家祷告 祷告是什么 他有什么反应 他的祷告很有兴趣,我想他很快就会相信耶稣的 为他祷告 我想带他来我们的聚会 好啊,欢迎他来 我们的聚会很多人了 我们正准备要把它分成两组 哦,我想起另外一件事 现在跟你说好了 我现在公司做得很不错 想找一个有营销经验的人 你在问我啊 是啊,如果你愿意的话 公司会比你现在的多一点 当然要看你的努力 而且还有升职的机会 听起来蛮好玩的 好玩啊 记得上次你也是这么说的 来来来,我想知道多一点 素芬 好久不见了 你还好吧 很好啊 谢谢你的关心 你的女儿怎么样了 我常见到她进进出出的 她很好啊 我们现在的生活都蛮好的 是不是因为赚到钱 所以生活好转了 也许吧 其实我们的钱也只是够用 最重要的是我有家的感觉了 那就好了 要不要我为你占卜 你知道吗,胡锋 我现在不需要这个了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她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她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如果你也像影片中的少亲那样 相信耶稣是真神 相信她会赦免你的罪 相信她能改变你的生活 那么就请你和少亲一样 用你的真心做以下的祷告 我说一句就请你跟一句 主啊,我需要你 感谢你为了我们的罪 定在十字架上 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 现在我打开我的心门 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请你驾驭我的生命 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 阿们 你现在已经做了这个信心的祷告 邀请基督进入你的生命 那么你就可以相信 她已经进入了你的生命 如果你想体验 她曾阴云的丰富且充实的生命 那就请用祷告和她交谈 通过读圣经 来了解她为你预备的奇妙计划 和跟从她的罪 最后 永远记住她那奇妙的音许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们 也不会舍弃你们 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